而这起意外事故 因为火车插撞了隧道壁 三节到八节车厢是卡在隧道之内 呈现了前后挤压的状况 导致死伤较为严重 由于伤亡人员多 台铁是以柴油自强号列车 后送到重德火车站之后 再以救护车接送至各大医院来急救 台铁408次太鲁阁号 今天上午从新北市树林站出发开往台东 列车上至少搭载350名乘客 不料经过清水隧道时 突然遭到一辆从10米高的边坡滑落的工程车撞击 导致了列车失控出轨 已累计48人失去生命迹象 由于伤亡人员多 台铁柴油自强号后送重德火车站后 送至各大医院来进行急救 吃饱后伤者分别送往文娥医院 花莲医院 此际医院等医疗机构来救治 也有心急的家人来到医院寻找失联的家人 撞击后发现大量乘客被压在座椅下 而光是两节车厢就有超过30人无声明迹象 另一方面检警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前往现场 在不影响救难情况之下进行搜证调查工作 后续调查情况会待事故原因厘清之后 会再对完说明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